彰化县政府为提升公共化教保服务减轻家长负担向中央争取经费 加上县府配合款投入1亿5800多万元兴建 或者是利用现有校舍空间改建成立8家非营利幼儿园 希望能够营造关爱健康和安全的育儿环境 减轻家长负担让家长能够安心生放心养 彰化县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投入1亿5千余万元 兴建或利用现有校舍空间 成立8家非营利幼儿园 营造健康及安全的育儿环境 让家长能安心生放心养 这天在园林国小办理联合接牌典礼 听色的设计都非常的可爱 让孩子们有第二家的一个感觉 我们一直营造希望让我们年轻的朋友感生 能够放心的养小孩 所以我们在0到2岁育婴的部分 目前已经规划未来一定会有28座的育婴中心 那2岁以上的衔接 我们也都在做相关的一个部件 那包括如果我们原本的国小 能够挪出来的空间 也会尽可能的来增设 我们2岁以上的一个专班 那让我们的这个 爸爸妈妈在育儿的部分 能够午后顾之忧 持续来提供我们全国的国民 一个更平价更优异的 这个公共挂这个教保部一直说是我们蔡总统 陈院长还有部长的一个政策目标 那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地方 政府的一个同力协助 那今天很高兴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 八所这个幼儿园的一个接牌 能够提供给当地一个更好的一个 幼儿园服务的一个品质 联合幼儿园接牌的八所幼儿园中 三所为幼儿园行建校舍 五所是既有空间改善 国教署与彰化县政府 共同营造友善的育儿空间 让爸爸妈妈在育儿方面 无后顾之忧 感婚 感生 放心养小孩 培育出更多优秀的国家栋梁 记者重新彰化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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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